大家好欢迎收看大型娱乐节目 走出科学 我是邓肯 他是瑞瑜 今天的事件来自一位网友早年在韩国留学时的亲身经历 因此网络上对此事件鲜有记载 贴吧网友李恒861028讲述了这样一期离奇恐怖的故事 时光回到17年前的2005年 高三的楼主学习成绩不好 家里打算给他另寻出路 恰巧那年韩国国立宫州大学开始招收外籍预科生 家里就把楼主送到韩国弄文凭去了 宫州在韩国是座小城市 十几年前上学那会儿楼主记得叫宫州 周末的州 现在不知道为什么网上一查都变成了这个州 城中一条名为锦江的河穿城而过 宫州曾经是古战场死过很多人 附近有不少古墓遗址 途中这里就是楼主即将入学的宫州国立大学 但学校却把他们这些预科生安排在了一小时车程的郊外 就是这里 宫州映像学院 这座学院建在大山深处 周围鸟布拉市非常破旧 让楼主和同学们非常失望 不是想象中灯红酒绿的韩国的样子 这个老破校区只有一些寄宿生 所以人不多 气氛非常低沉 没有什么娱乐设施 学校只有一个正门可以进出 其他地方都用铁网高栏给围了起来 山里湿漉漉的经常有大雾 给大家的感觉就是比较阴森 这里插一句 不得不说韩国很多地方都给人的印象是这样的 甚至包括总统府青瓦台 都有这种肃杀阴森的感觉 楼主他们一行中国留学生 一共12人 7男5女 大部分最后都成了情侣 他们几个经常抱团取暖 有时候还揍韩国棒子 这里是男生宿舍 旁边一个大上坡 这就是女生宿舍 上课 打游戏 喝酒 吹牛 这样的生活日复一日过了半年 时间来到2005年9月 这段日子 大家也陆陆续续听到了这座学院的一些传说 他们男生寝室后面 有一座山 漫山遍野都是樱花 山里有大片大片的坟地 之前先后有三名女生不知是何原因跑到这座山里失踪了 警方出动也没能找到 因此学校被四面铁栅栏给围了起来 不久后 第一件恐怖的事情发生 那天傍晚6点半 刚下过雨 天很阴沉 学生们吃完饭 成群结队的回宿舍 突然有人看到影像馆顶楼的平台上 有一个女生站在平台边缘 就像图中画的这样 同学们都隔着一片树林 在下面远远地看着顶楼平台上的她 只见这名女生背对着大家站着 双手不停地挥舞 不停地大喊大叫 看起来非常恐怖 大家有没有联想到什么 没错 像极了2021年诡异的海南红衣女子坠楼事件 距离太远 加上这位女生声音沙哑 嘶吼半死一只哭声 谁也听不清她说的事实 由于角度的原因 楼主说谁也不知道女生身边 是否有他人在场 有人朝她喊话 有人在打电话求救 几分钟后 这名女生突然向离走 离开了大家的视野 正当大家以为她安全的时候 人群中突然有人一声尖叫 再回过头 那名女生居然趴在了天台边缘 小半个身子露了出来 之后不知道是有人在上面推她 还是她自己在挪动 她的身子一点一点的也露了出来 紧接着一条腿伸了出来 瞬间她翻身从天台上掉了下来 中间还撞到了楼层突出布的水泥阁段上 众人一片尖叫 许多男生瞬间冲出穿过树林 只见那名女孩已经趴在地上去世了 学校领导老师文讯赶来 也将围观同学驱散 紧接着警察也来了 很快调查得出结论 该女生殷勤自杀 学校要求学生们不得再对此事进行讨论传播 可事情在学生间流传的很快 有人说她是因为男朋友自杀 也有人猜测她是课业前途压力大自杀 可楼主和许多木鸡的同学都隐隐的觉得 当时女生的样子不像自杀 谁会在跳楼之前还做这些稀奇古怪的动作 还一点一点往下挪 学生中流传着一种说法 当时天台上有其他人 然而韩国警方没有彩信 死者同勤的女生们都认为她不可能自杀 尤其是不可能为情自杀 那名女孩虽然平时不怎么说话很内向 但人很好 很乐观 学业也不错 还经常帮大家打扫卫生 紧接着同勤女生们回忆起前几天发生的一件怪事 这楼女生出世前几天曾对大家说 学校里有个男的总跟她打扇 可每次当她准备回答对方时 对方又自顾自的离开了 那人看起来不像老师 有点像流浪汉 大家安慰她说 没事 下次再遇到就喊我们 紧接着第二天 这名女生突然在宿舍后楼晾衣处大喊大叫 同学们出来查看 看见她蹲在地上哭 问她怎么回事 她说 那个人又来了 她还是说了一句听不清的话就走了 我走得很快 上去准备拉住警告她 刚伸手要触到她衣服的时候 突然有一种触电的感觉 我一下子就懵了 头皮发麻 一下坐在了这里 抬头看她好像走了 但总觉得她就在那片树林里看着我笑 之后的几天 这名女生浑浑噩噩 晚上经常在噩梦中惊醒 总说有人在看着自己 最后 学校决定让她回家休息几天再来 女生同意了 回家那天 大家把她送到了车站 看着她上车离开 不知道当晚 为什么她又出现在了学校的顶楼 以极其古怪的方式坠楼而往 事发前 这种种的怪异 让女生们都认为绝不是自杀那么简单 事情很快传得人尽皆知 整个学校 不论是留学生还是韩国学生都人心惶惶 有人说闹鬼 女孩是被脏东西带着跳下去的 有人说学校里有杀人狂变态 总之那段时间学校天一黑 就基本校园内见不到行人了 如果女孩坠楼事件还可以用意外解释 那么两周后的一个晚上 真正恐怖的事情在这座深山之中的校园里出现了 当晚吃完晚饭 楼主和几名男生在宿舍外自动贩卖机旁闲聊瞎看 由于宿舍后面就是阴森森的大山 大家就讨论什么鬼啊怪啊什么 聊到晚上八点左右 附近已经看不到什么行人了 哥几个准备回宿舍 此时其中一个人的女友打来电话 说女生宿舍外面乱七八糟的 有人尖叫 有人狂跑 几个中国女孩挺害怕的 想请男生们过去陪一下 于是哥几个就动身去女生宿舍楼下 就在快要走到女生宿舍的时候 他们果然听到嘈杂的尖叫和哭喊声 不断有女生慌张的从宿舍里跑出来 很多人衣不避体 又穿睡衣的裹毯子的 甚至还有纸穿内裤 用双手护着上身的 看起来就像是发生地震了 接着越来越多的女生从宿舍楼里跑出来 啊嘻巴 许多都直接跑向男生宿舍方向求助 楼主哥几个愣在原地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种场面太过诡异 直到其中一个兄弟的女朋友跑了出来 大家跟着一起跑了过去 只见那个姑娘哭着说 闹鬼了 其他几个人也哭成一片 学校男老师和校工们立刻前来查看情况 让男孩子们先离开现场 安顿女孩子们到大礼堂休息 当晚学校门口 停满了来接孩子的韩国家长的车辆 许多人一不避体就赶快上车回家了 楼主和几位男生陪着几位女生 到校门外的小餐馆吃了点东西 女生们稍微定了定神 然而手还在抖 此时他们说起了晚上八点时发生的事情 八点左右 他们在宿舍里听到走廊一阵阵嘈杂声 一个寝室 一个寝室的拍门 不知道因为他们是留学生 还是因为他们住最里面的一间 总之没人拍他们的问题 一开始以为是韩国女生们打架群殴 想穿好衣服出来吃个饭 避避风头 没想到走到三楼继续往下走时 突然听到二楼爆发出一阵尖叫 这叫声外面楼主几个男的也听到了 随后看到二楼一群女生往下疯狂逃跑 其中一个女生路过二楼走廊时 顺着人群往楼道里瞥了一眼 她说看见满地的血污 还有一个人蹲在那里 远处好像还有一个人躺在地上 她当时吓得立马哭了出来 讲完这些男生们分析 应该是宿舍里发生了杀人事件 韩国人之间的事儿嘛 咱们也掺和不进去 大家都没回学校 找了个小旅馆住下将就一宿 第二天一大早 大家一起回到学校 却得到通知全校放假三天 无奈之下大家觉得坐车去城里玩三天吧 就当一起散心了 此时他们还不知道那晚到底发生了什么 三天后楼主一行按时报道 一进校门发现根本没几个人返校 传媒类的学校本来女生就比男生多 到了课堂上老师很惊讶 说你们留学生来的还挺奇的 大家问老师前几天学校发生什么了 是不是女生宿舍死人了 老师说没啥事 就是发生点伤人事件 已经处理好 老师不再往下聊 开始讲课 上完课大家各回寝室 女生来电话说女寝大楼全被锁起来了 值班室也没人 几个男生就去问了留学办的老师 老师说给你们中国学生发邮件通知过来 女寝近期暂不住人 所有女生统一安排到教师宿舍借住 你们的私人物品学校已经给你们整理好了 去认领就行 去的路上大家总觉得有些不对劲 真是一起伤人案吗 哪怕是杀人案 至于动这么大的干戈吗 再想起前一段女孩坠楼事件 以及后续的传闻 令人头皮发麻不寒而言 只是可惜返校的女生太少了 大部分人又语言不通 所以大家一直朦朦胧胧的 不知道学校到底发生了什么 直到一周后 他们遇到了一位学姐 一周后女生宿舍还是不让住 据说整个楼都要永久疯掉 楼主一行七男五女 继续枯燥的学习生活 直到有天碰见了一位 他们留学生关系很好的韩国学姐 这位学姐是学中文的比大家大两届 之前经常找中国学生吃饭聊天锻炼口语 和大家处得很好 终于他们在学姐口中得知了学生宿舍当天事件的原貌 难怪学校大费周章处理此事不敢公开 学姐说她住二楼 当天刚在走廊尽头浴室洗完澡 看到两个女生尖叫的慌忙跑出来 问女生怎么回事 其中一个女生颤颤巍巍的说 我们寝室突然进去了一个男的 不知嘴里说什么一只嘟嘟囔囔 他俩就吓跑了出来 学姐对两人说 你们找个东西把门顶住 别让他跑了 我去找宿管喊人 说着学姐就去找宿管了 当他和宿管回到那间寝室门前时 看见门外围了好多女生 刚才那两个女生 其中一个站在门口用力的拍门 你干嘛快出来 学姐问怎么回事 那个人呢 女生说 刚才我把门顶住 我趴在门上听里面有什么动静 那个男的唧哩咕噜的在说话 没想到此时那位女生突然开门进去了 开门的一瞬间 我看到那个男的站在床边的书桌上 站得非常高 很诡异 进去的那个女孩怎么喊也不出来 旁边围观的女生表示 都看到了 确实如此 宿管跟女孩们说 继续敲门 我去拿备用钥匙 女孩们继续敲门 此刻 门突然开了 发现之前进去的那位姑娘 直直的站在门口 那个男的不见了 门外 女孩刚想问话 突然一条男人的胳膊出现在了女孩背后 把她拉了进去 学姐说 当时只看到了胳膊 没看到人 就像凭空出现的 门又被锁了起来 门外的女孩们吓坏了 有的说是鬼 有的说是杀人犯 此时宿管回来了 用钥匙把门打开 宿管第一个尖叫起来 此刻人群更昏了 学姐说当时她瞥见里面的情况差点晕了过去 第一个进去的那位女生 正在用不属于自己的力量拉着 第二个女生的头发往桌脚上砸 女孩已经动弹不得了 一只眼睛烂掉了 满脸是血 女生看到大家开门了 拉着她的身体就往外走 把她的身体往地上一扔 大家吓得疯狂往后躲 这位女生一边说着不明所以的话 一边往前走着 满走廊都是出来围观的人 学姐说女孩手臂上满是鲜血 于是就有了女生集体慌忙出逃那一幕 以上就是楼主和同学们事后 从学姐口中了解到的当天的全过程 学姐聊天时告诉大家正在办理转学 因为目击了那一幕 她没办法再在这所学校里念下去 后来楼主和几位预科班的同学 有人选择了回国 有人留了下来 而楼主和其他两人选择了韩国其他学校 总之再没敢回到宫州这座小城市 故事就这样讲完了 楼主说这是自己2005年留学韩国时 在这座小城里的真实经历 当然她和她的中国同学们 只亲眼看到了女生坠楼 女生集体逃离 还有二楼满地鲜血等等 至于后面特别吓人 又是杀人僵尸 又是拽头发的 没有亲眼目睹 一切都是从那位韩国学姐那里听说的 因此她也不知道这里是否有夸大和虚构的成分 不过女生奔逃和风孝是真实存在的 韩国的确有很多地方看起来不是那么的 用我们的话说不像风水宝地 总感觉阴森森 评论区有网友认为韩国邪教比较盛行 有一说一 韩国的国旗上从中华这里抄来了一些 易经八卦风水之类的东西 但感觉没学明白 越弄越不伦不类 对于这个故事 我个人觉得 这什么厉鬼 邪教都不至于这么夸张 跟僵尸差不多 很有可能是女生宿舍之间发生了凶案 发生了类似马家学那种事件 语言不通 大家只能从一两位韩国同学学姐那里听到讲述 也许是被夸张了吧 谢谢大家 我是邓肯 咱们很快 下期见 好 什么呢 月月 什么呢 我醉了 月月 月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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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